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战神2全剧情娱乐流程解说第10集 我是310 那么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要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不知道时隔两年大家是不是还记得第9集讲了什么 真的是非常久远的坑 第9集我们是干掉了传说中的英雄帕尔修斯 然后穿过了阿特罗波斯中庭的封印 然后获得了命运之枪 而且还拿到了伊卡罗斯的翅膀 现在我们落到地狱当中阿特拉斯的身上 泰坦阿特拉斯 应该是脸上 这个存档虽然时间上有点问题 因为存档是考过来的 但是这个存档确实是两年前的档 这个红魂什么的数量还是对得上 其中这个主武器升到了3级 然后石化和锤子升到顶级 其他都没有升级 那我们拿到这个伊卡罗斯翅膀的话 它有一招新招是L1加X 可以把周围敌人全部浮空 这样翅膀扇一下 然后空中用这个L1加X 是可以把敌人这个吹飞 当然距离不是非常远 那这里提示我们还有一项新的这个技能 就是在空中按住X可以滑翔 用这个翅膀滑翔的话 可以飞过一些原来跳过去的地方 那当然飞的时候要注意 这个两下二段跳之间间隔稍微长一点 这样可以多跳一点距离 还有像包括这种地方 有一个锁链挡着你的 千万别被它挡住 要不然这个没有飞到 它因为是缓缓下落的嘛 你要是高度不够的话会摔死 好 那我们飞到这个地方应该是阿特拉斯肩膀的位置 然后就会刷一波敌人 是这种带火焰的这种鸟 和这个潘多拉守护者 这里的话 不管你是不是魔法无限 还是推荐大家用石化魔法 然后石化当中是可以 通过这个右摇杆来改变锁定的目标 好 这种这个带火的哈比呢 在一代当中这个地狱里头也有 它这个一段时间以后 它就会放一个大招 地上就会有这样一个 一个像准星一样的东西 过个大概两三秒 它就会掉下砸你一下 这个干扰还是非常厉害 建议大家还是石化 摔碎的话 还有额外的这个奖励 好 那么这边呢 把这个骨节打出来 这里有一个蓝绿宝箱 这个我们可以无视 现在好像都是满的 蓝魂反正肯定是满的 绿魂的话 血槽刚才也没怎么少 然后这一节东西呢 把它拖出来 拖出来以后 把它作为垫脚石 可以跳到左上角的一个缺口处 就在这儿 这个缺口处里头 除了有一个红红宝箱以外呢 还有一个这个凤凰羽毛 这样的话 把所有的凤凰羽毛也是机器的 如果你之前按着流程也是这样玩一个不辣的话呢 到这儿刚好可以拿到这个银杯 这个奖杯就是收起所有的凤凰羽毛 那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不把这个骨头拖过来 其实是可以用一个这个斜道跳跃的 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拿到翅膀以后 L1加插到最高点以后 按暂停进入菜单 按圆圈这个切换一圈 这个副武器 切成这个命运之枪 再切回锤子 这样退出菜单就可以再跳一下 本来这个L1加插浮空 因为是高浮空 它是不能再接二段跳的 但你用这个方法来 就可以这样再跳一下 那这儿把骨节拖过来 一样是垫一下脚 可以跳到上层 那当然你不拖这个东西过来 直接用斜道也是可以上来的 这个技巧难度不是非常高 个人觉得 你不一定要用L1加插 你用这个默认武器的话 长按三角也是可以进行这个高跳的 但是注意过程当中 要换一下这个R要换一下武器 同样这个地方的这个牛 也是可以直接跳过不打 走人 刚才那个缺口已经可以跳上去了 那这儿的话还是 作为这个演示的话 还是要把这个牛杀一下 这个牛的话 主打武器还是锤子 因为锤子三级了 这个攻击力非常高 你用这个链刃跟它磨的话 非常吃亏 打反就是骗它出这个转圈的招式 然后滚开 然后再滚回去 锤子两锤 立马换武器 因为锤子这个装备的时候是不能翻滚的 所以说要经常注意按R换武器 想翻滚的时候 切换成炼刃 想打的时候呢 就用锤子 然后打到一定阶段的时候 可以看到地面就会沉到岩浆里头 这个时候我们要跳到旁边的岩壁上 攀爬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牛呢 就向我们扔这个石头 这个石头呢 反正就左右躲一下 被砸到其实也没少多少血 可以看到我刚才好像是砸到 被砸到两下了 毫无压力 我还没试过全中 应该是不会死掉的 没这么无聊 好 那么这个注意跳的时候啊 要时机要稍微靠后一点 如果你看它石头刚拿起来的时候 你就跳 那这样的话 你还是会被它砸中 它这个砸的还是有点预判的感觉 像它出这种锤地的话 你就可以绕它背后 多锤它两下 好 这个锤子攻击力非常霸气呢 速战速决 这样这个牛死掉以后 除了一堆魂以后 还给了 给了我们一个这个 一个奖杯啊 不对 一个石头 这个石头当垫脚时呢 就可以跳到这个东西上面 那么 之前刚才也说过了 这个不用把这个牛干掉 一样是可以用鞋道跳上来的 走到这边平台的话 往左转 左转呢 是有两个宝箱 基本上都是红魂 当然因为这个 咱们的凤凰羽毛和石化之眼 都已经收集齐了 所以说 这个流程之后 所有的这些 含有这些眼睛羽毛的宝箱呢 全部会变成这个红魂 好像是1000点吧 所以说之后的一些红魂宝箱 有时候 如果说你这个东西 没有收集齐的话 它就不是红魂宝箱了 好 我们这边把这块石头 给它打出来 然后用它做电脚石 把路上障碍清一下 这样就可以到远处 这个 利用这个悬挂点 到下一个场景 然后这边下去的话 可以把这边的墙砸开 里头有一个红魂宝箱 这个藏态挺阴险的 因为这块石头可以砸掉 但是它没有任何的区别 好像没有发光 或者说颜色不一样之类的 好 那么把刚才那块石头砸掉 可以用这个热气飞得更高 飞得更远 这个也是在流程当中 第一次应用到这种机关 这个机关以后还是经常要用的 就是利用这个热蒸气 用不一定是蒸气 反正就是这个热气来飞得更高 然后这里的话 基本上就是砸一下这个虫洞 先 优先砸这个虫洞 然后再来解决这些 这些会吐火的东西 飞虫 飞虫的话可以用石化 关于这个阿特拉斯啊 虽然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太坦 但是关于他的故事不是很多 他在这个圣战结束以后 他就一直被罚这个在西边顶天 因为如果不顶度天的话 这个盖亚和天空乌拉诺斯是会合在一起的 那这边打完这个虫洞的话 来到右边攀爬可以上去 但是呢 最后我们还是会回到这个平台上 但是这个平台是直接可以跳上去 所以说我们不必在那边浪费时间 直接踩着这边跳上来就行了 这个宝箱无视 然后跳到对面 继续前进 刚才那段爬墙呢就给闪了 这个 关于阿特拉斯啊 其实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这个海格利斯 大家知道 他完成这个12项丰功伟计 其中有一项呢 是偷这个金苹果 那这个金苹果树啊 是 宙斯是这个盖亚送给宙斯和赫拉 作为他们的这个结婚纪念的这样一个礼品 是一颗金苹果树 然后呢 赫拉就把它放在自己的花园里头 让一个这个巨龙拉登来管 然后还有这个三姐妹 然后这边可以拿到流程当中最后一个神弧 普罗米修斯的神弧 剩下的一共六个神弧 剩下两个神弧的话 要在挑战模式当中获得流程当中的神弧呢 就到这就骑了 这个普罗米修斯的神弧好像是蓝条无限吧 其实相当于是官方金手指 那么这个海格丽丝 他去拿这个金苹果呢 他是作弊了 他怎么作弊呢 他请外援了 请了谁呢 就是请拉特拉斯 因为这个管金苹果的赫斯普里德斯这个三姐妹 他是好像是说那个那个阿特拉斯的女儿 还是什么亲戚之类的 这个版本不一样 反正总之是他的这个后代 所以说呢 这个海格丽丝他非常聪明 就找这个阿特拉斯 说要不我这个帮你顶一下这个天嘛 你帮我去这个弄一个这个金苹果是吧 因为是作为这个父辈的话 去要一个金苹果 这个三姐妹应该是不会拒绝 那阿特拉斯就答应了 然后这个海格丽丝呢 就帮他顶一下天 然后阿特拉斯就去了 去了之后顺利拿到这个金苹果呢 阿特拉斯回来看 这个海格丽丝顶天顶天挺好的 那说要不这个宋伯送到西吧 是吧 那咱们就这个这个金苹果 这个我就帮你去交差了 是吧 就帮你交了算 那海格丽丝也听这个不对啊 一听苗头不对 海格丽丝他力气大 但是他也不是傻子吗 当然战神三里头他是傻子 但是神话当中他不是傻子 好刚才可以看到这个 利用两个尖刺机关 把这个冒热气的机关打开 这个应该是某种内脏之类的东西 然后就可以利用热气飘到这儿的 然后这边有一场这个战斗 这边这场战斗呢 建议大家这个敌人全灭以后 再去摇那个摇瓣 怎么打 还是用石化光线 这边的敌人不多 但是比较难缠 这个组合 所以说这个用石化的话 打得非常快 而且这个你玩到这儿 基本上蓝条也很长 很长了 这个即便没有无限魔法 这儿用石化打 应该也是毫无压力的 最好升到两次 这样石化稍微快一点 不一定要升到三次 然后这个海格丽斯一听啊 就说 他有点紧张 但是他没有这个表露出来 他非常阴险 他说 先满口答应 先答应再说 说这个没问题 但是我这个临时过来顶一下 我这个准备工作没有做好 我现在扛的这个肩膀有点疼 你要不先帮我顶一下 我这个去找一块这个砍肩 是吧 我找一块这个垫肩 马上回来 那阿特拉斯显然是 太阳太简单了 居然就答应了 之后的事情 大家都懂了 阿特拉斯刚一扛上天 海格丽斯赶紧捡起金苹果就逃了 跑得比这个赫尔摩赛快 所以说这个海格丽斯 其实还是非常阴俭 怎么说有点小聪明 有点小聪明 不像这个泰坦 这个阿特拉斯 还是挺这个 挺憨厚的 好 这边这个石头 爬的过程当中 注意在他边上打 如果你在他下面打 这个石头掉下去 会砸到你 还是挺疼的 你看这个下面 刚才刷出来那堆怪 就被那个石头掉下去砸死了 好 这边有一个跟过来的 这里的话松一下 阿一掉下去以后 再按阿一 这样就可以抓到前面的钩锁 然后一连串的这个荡秋千 就可以来到上层 上层的话 这个地方是需要 撬到对面 然后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解谜 首先这边可以看到 有两块石头 然后上面的有一个坡 但是这个平台 我们跳上去以后 就发现在上一枝的 那个平台就不够高 跳不上去 那我们利用左边这个斜坡 把一块石头给推上去 然后把另外一块石头 垫在下面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 利用高叉 把两块石头 叠在叠在一块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你踢是不要紧的 上面这块石头是不会掉下来的 它们俩之间的摩擦力 比这个和地面的摩擦力要高一点 这个奇怪的设定 武力老师一看到就哭了 那这边这个把石头推过来以后 就可以作为垫脚石 就够得着上面这条边了 但实际上没这麻烦 同样是利用这个斜刀高跳 可以直接跳上来 毫无压力 所以两种方法都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普通玩家 文艺玩家是怎么玩的 然后这边过来是有个鸿鸿宝箱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你掌握那个更高端的斜道高跳技巧 就是利用这个切菜单 然后换武器 再点L1的那个方法 是可以直接上到上一层的 但是我这边 就是那个游戏机使用技术 它包括很多网上的这个TA 叫什么邪道最速的那些流程里头都有 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 我这边自己试一下 发现手还是太残了 不够快 按不过来 这里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这个有兴趣看那种 更邪道的方法的 可以去看自己搜攻略 然后左边这条呢 直接一路下来就行 然后这边 基本上就是这样游行的 这个弯 下来又上去 上去又下来 然后跳这个东西呢 不要心急 每次跳一下 然后跳到对面 这样两边来回 一般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可以无伤 这个暴气的话 过这个地方 大家可能看到TA视频 有的是用暴气过 这个暴气 它其实是为了受到伤害小一点 它其实不是不能够这个 抵挡这个石头 对你造成伤害 所以说你就算暴气 一路扛过来硬跳的话 速度是快不少 但是血是跳上来可能都残了 好这里把这个锁链给打碎 触发剧情 阿特拉斯说是谁把我这个折磨我的锁链给打断的 你非常强壮 但是你作为神来说太渺小了 即便是作为一个奥林匹斯人 Kratos 老想好认识吗 你对我做了那样的事情 你居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至于是哪样的事情 想见奥林匹斯之恋 宙斯说 这个Kratos说 阿特拉斯你必须相信我 上次我们见面之后已经改变很多了 阿特拉斯说 为什么我要相信一个神的奴仆呢 因为我要杀了宙斯 刚才这个QT是L121连点 没有什么难度我就不说了 阿特拉斯听到这儿呢 就笑了 你依然是那个自以为是的 愚蠢的战士 你一点都没有变 那你是怎样计划杀死宙斯的呢 我要把奥林匹斯之剑夺回来 然后插回宙斯的心脏 这个剑里头 蕴藏了我以前作为战神的时候的神力 奥林匹斯之剑 我自从圣战以后 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 这边就是一段CG剧情 他说宙斯呢 喜欢砖横这个砖权 他想统治世界 这对我们来说是无法容忍的 所以说呢 两边就打仗了 是谁呢 是泰坦族和神族 这个泰坦族和神族之间的战斗呢 让整个世界都陷入了炼狱了 而且这一场战斗我们知道 我们泰坦是必须要赢的 只能赢不能输 一旦输掉的话呢 就意味着我们泰坦统治的黄金时代的结束啊 同样人类世界的这个繁荣和安定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里可以看到刚才哈迪斯用勾魂爪勾这个克罗诺斯 但是没有得逞因为旁边阿特拉斯在干扰 这个时候呢他就去勾这个阿特拉斯 阿特拉斯同时还中了这个海王波赛东的这个雷电魔法 二打一 这个镜头可以看到阿特拉斯下面没了 下面没了 简直这种情况就像是310的战神2 娱乐解说一样 不知道他两年以后长不长得出来 这边的话 哈迪斯是成功的把这个阿特拉斯的魂给勾走了 泰坦虽然是比较高大威猛但是 但是比较战斗力只有5 好这时候宙斯呢走进了这个雷电风暴 刚才他的兄弟在那打他就在这造武器 阿特拉斯说虽然我被俘虏了 但是圣战一直在持续 直到宙斯造出了一件兵器终结了这场圣战 这把武器收集了天地间的灵器 这把武器呢就是奥林匹斯之剑 周斯说我要让你们在塔尔塔洛斯的深渊当中灭亡 然后把剑就插到地上 放了一个这个非常威猛的AOE魔法 这边镜头可以看到地上好像还有赫尔莫斯 还有一对泰坦 好那么这把剑呢就带来了一阵这个雷风暴 这里有一个细节可以看到这个冲击波来之前 所有的泰坦都被这个一个绿光给笼罩了 这个是个铺垫以后会讲到 阿特拉斯说我从这个折磨当中苏醒过来 摆脱了哈迪斯的这个锁链 要不是你的话我现在已经是把宙斯给杀掉了 你这个众神的走狗 克里托斯说我现在已经不为神效力了 我还没有忘记掉他们上一次背叛我 告诉我去命运女神的道路 我会把宙斯彻底终结 好那么这边呢我们就正式获得了阿特拉斯的大地震 一个最后的魔法 这个魔法配合美都沙三级的这个L2加圆圈的范围石化 非常威武 刚才也可以看到再给大家看一下 先一个全屏实化 然后一个阿特拉斯地震 碉堡了 但是为了这个能榨取到更多的红魂 咱们还是这边用克罗诺斯之怒来打 同时给这个克罗诺斯之怒升一下级 升级以后的克罗诺斯之怒这个连击数会更高 这儿可以刷到更多的连击奖励红魂 然后你就有节奏的这个L2L2这样一下一下点 不断放电 这儿可以打到个16700的这个连击吧 奖励还是挺挺高的 而且从这儿开始呢 咱们的这个无限魔法的这个状态就会消失了 过了这个剧情 之前美杜莎那儿积累一下的无限魔法就没有了 之后就得硬碰硬这个老老实实自己打了 这边的这个敌人基本上都是用来这个试魔法的 咱们也不一定要听他话用这个阿特拉斯地震 阿特拉斯地震是一个相当于放保险的这样一个魔法 其实不是非常好用 阿特拉斯说 盖亚说没错 你是一个强大的战士 而且是泰坦的好的盟友啊 克里托斯说那你说这么多 还不如快点送我去命运神殿 阿特拉斯说 即便是泰坦也不知道命运神殿怎么去 我现在已经 把所有最后的魔法也交给你了 而且我可以帮你穿过这个大峡谷 大裂谷 之后就得靠你自己了 我相信如果是你的话呢 应该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然后这个阿特拉斯就把手伸上去了 这边看上去好像阿特拉斯顶的是 是个地球啊不是天 愿命运之因你 前进 带你走向胜利 好那么在我们前面呢 就是命运神殿的入口了 那这一集节目也就差不多了 关于这个阿特拉斯它顶个球啊 它其实顶的是一个魂天仪 但因为雕塑上面这个天的东西不太好做 所以说一般做成一个球的样子 其实它是代表天的意思 不是这个地球 那好那么这一集的解说呢就到这儿结束 谢谢大家收看 那咱们下一集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